戴资颖亲口表示不会退役 自凭世锦赛决赛发挥不佳 近期在羽毛球圈有消息流传 女单一解戴资颖有可能在近期退役 不过世锦赛决赛之后 在接受采访时 戴资颖否认了这一点 小戴首先被问到 在奥运和世锦赛都屈居亚军感觉如何 他说今天的表现比较不好 速度上面没法做到自己想要的跑动 球也没办法很好的控制 今天表现比较不好 第二个记者问 看到戴资颖大腿上的绷带 今年这么多比赛 对身体是否有影响 戴资颖面对这个问题有点猛 因为他今年只参加了一月的比赛 和奥运世锦赛 并没有打很多比赛 他也如实解释了这一点 最后记者对他说 你的粉丝们很关心你是否要退役了 请跟我们说这不是真的 听到这个问题戴资颖也笑了 他直接回答说 Yes not true 这下粉丝们应该可以放心了吧